11月21日,李奥鹏选深上海出席嫣然天使基金会成立七周年继新天地2014年新年亮灯仪式。 此次活动的主题名为《稳亮天地》,特别请来了新婚不久的王磊·李小萌夫妇和最近人气爆棚的郭涛夫子。 相比王磊·李小萌的爱情之吻和郭涛夫子的亲情之吻,李奥鹏则是行单影之显得十分的孤单寂寞,除了在台上简短的发言外并没有接受媒体采访便匆匆离去。 此次的慈善活动是郭涛第一次带着儿子一起出席,自从爸爸去哪儿节目大火之后,父子两人的活动邀约更是源源不断,对于石头未来的发展,郭涛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精挑细选。 从我的本意来讲,不太想让他更早地介入这个娱乐圈子,这次的活动也是我们经过细心的挑选以后选出来的唯一一次外出的活动。 孩子呢,刚刚上小学,他有很多的学业方面的东西,还有他自己要玩的时间,还有他自己要学的东西。 从我大人本意来讲,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去耽误他那么多的时间。 有的家长可能想把自己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成一个童星啊,培养他的能力啊,将来长大了能怎么怎么样。 但是从我的个人的我们家里的这个观点来讲,还是希望让他健康,自然,正常地去发展吧。 没准备等哪天成为一个冰球的明星,他喜欢打冰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